现在我要把这份简报储存起来 储存 这份简报我要储存起来 就变成一个局内可以大家共用的一个模板 简报也有模板 或者有模板 请问简报有没有模板 简报也有模板 所以请问怎么把这份简报存成模板 第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假设我就是要在这台电脑里面做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检视不是有投影片母片 然后日后要去使用这个布景主题 有看到吗 这边有看到一个储存目前的布景主题 重点是要存现在这个布景主题 可以理解我刚刚说的那个意思 你拿到那个档案我不晓得是哪一种 有一种是布景主题 布景主题存的只有存什么 只有存色彩 自行 好我们先储存 就是先把这个布景主题储存起来 假设我现在我存在我自己看得到的地方 第一次列机这里 它叫布景主题今天日期20171027 这样我是不是就存好了 存在这里 这是简报的布景主题 好所以我都把关键字 比如说简报用的布景主题 什么时候做的我都储存好 然后接下来储存 这是第一个我只存布景主题 另外还有可能你会拿到样式的一个档案 也就是POT 好点档案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另存 我可以直接把它存成这种档 这个范本档 范本档 就是现在这个档案呢 其实它不管是布景主题或者是范本档 你看它预设都是放在那个temporary底下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这两件事 一个是布景主题的一个使用 另外一个就是做成范本的档案 我一样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都存放在我要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叫做第一叠 好我放在这里 这样我记得住 然后接下来我在这边 我会写这是 这一定会有一个主题 例如说这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专用简报样式党 例如说那个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那个样式党 然后加两个字简报 然后接下来点选储存 我存两种档哦 一个是布景主题档 一个是样式档 OK 存好了就可以关掉了